請問一下剛才那個舞啊 非常可愛 都花了多久的時間練嗎? 其實時間真的非常短耶 其實時間真的看哪一台比較主要 都可以試好 其實這支舞練的時間蠻短的 大概只有兩天 而且第一次的版本跟第二次幾乎有一大半的動作都不太一樣 那這個套的時候會覺得就是很簡單嗎? 因為要叫我們歡迎收看嗎? 一開始的時候是真的覺得蠻大的一個突破 因為我自己本身蠻保守的 所以這個好像代言內衣真的就是還蠻突破 是不會覺得尷尬啦 就是融入其中啊 然後跟著音樂擺動 那剛才有小唱的兩句那種 那你怎麼會對自己唱歌的動作呢? 因為那個彩排的時候其實並沒有說要唱歌 但是剛才好像不跟著唱的話大家沒有辦法配合到那個動作 通常就是怎麼樣保養自己的還是修飾 其實我現在自己還蠻注重這一塊的 就是會用一些健身的方式 然後還有按摩霜啊 就是洗完澡的時候都會按摩 讓它就是更緊實一點 那再來就是飲食或是運動上 有有有有 是一個保健食品達人 就是各個你想得到的什麼ABCD什麼全部我幾乎都有吃 然後還有什麼膠原蛋白啊也有 最近那個通靈少女二怎麼樣生 那這時候你會透露一下拍攝的進程 其實還蠻多人問我有沒有拍通靈少女二的耶 但是原先是有預計要去拍學姐這個角色 但是因為後來剛好跟其他的戲有卡到 所以後來就比較可惜的沒有參與二的這部戲 對 我那時候拍的時候其實就是剛好跟愛情白皮書卡到 所以兩邊的時間沒有辦法就是協調好 所以就比較可惜只能放棄 對 OK嗎 OK嗎 那問一下今年中秋 今年中秋節我應該會去看郭富城的演唱會 然後或者就是跟家人朋友一起烤個肉這樣 簡簡單單的 所以是郭富城的中秋節對嗎 我超喜歡他 就是之前有看到他演的一些戲劇啊 或者是唱歌都很愛 你有沒有什麼男手是一件很想要聽的 其實我是對他之前演的那個戲劇作品比較喜歡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的藍陵王 我在他裡面有演的一個角色 就是很喜歡 應該是藍陵王吧 沒講錯吧 是阿怪的那個角色吧 阿不對阿 那沈曉東講錯 不對阿 郭富城是另外一個 但他沒有演 那這段可以刪掉嗎 但郭富城我很喜歡 但他是演別的戲 但不是這一部 不是這一部 對對對 比較 大家應該就耳熟能想到那幾首吧 如果就硬要的話 其實之前最常表演就是那種愛愛愛不完 愛愛愛不完 因為以前學校表演的時候很常跳這一首 對 喔 剛才就很講錯了 但是很小鐘 沒辦法 兩個都超愛的 當其他人不好 很想私 謝謝